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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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帶您來看 在一般人的心中 陰間使者黑白無常 就是在人往生之後 被閻羅王派來攻射靈魂的鬼差 普遍都認為謝范將軍就是陰神 在民間傳統當中 一般人也不會去拜黑白無常 更別說是七爺幫信仲濟事 解決疑難雜政 不過今天我們要帶您來看的 是非常罕見的七爺問事 公主就說了 一般神明都是降價在姬童身上 不過他們在念請神咒的時候 是從地府請七爺上來辦事 當你聽到腳裂聲 就知道七爺來了 有一位女信仲她就說 本身體質是比較敏感 有一天她睡覺起來 發現她的背上莫名其妙被蓋服印 這怎麼回事啊 沒想到七爺一查 發現原來是一塊佛牌惹的禍 不只如此 另外還有一位姓咒 郭先生的爸爸她去旅遊 但是回來之後 整個人變得跟以前不太一樣 白天一直睡覺 結果晚上精神好得不得了 她帶爸爸到廟裡面找公主幫忙 沒想到一進到廟之後 這個郭爸爸的行為更是詭異 她四處看著不停 還突然捂住耳朵大喊 叫大家趕快跑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們都會以三根螺 然後幫她開路 週末晚上信眾們耐心 在寒風中等候她的到來 五分鐘後神明駕到 頭頂上帶著一件發財 她就是傳統民間信仰的七爺謝將軍 幫信善處理問題的時候 她會以她的算盤 然後比較嚴重的事情 她會割取她自己的舌頭的功德 然後來解決善信的問題 七爺記事公主說 應該算是全台唯一 信眾不排斥 而且接受度高 只因為她很有本事 天青春地靈靈 天空空地空空 天空空那些花巨靈 你最疲勞啦 你每天要帶幾個兒子來 就給我解冠了 一天帶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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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體質是非常特殊 因為我看得到 也感應得到的東西 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睡起來就看到 奇怪我怎麼被蓋個福音 然後我就去找人家聞事情 得到的答案是 就是佛牌給我用的 因為它其實一直都跟在我身邊 怎麼會這樣 這個鷹牌很兇 怎麼說 我在睡覺的時候 有的時候被打頭啦 不然是在來捏我 什麼都有 情形都有 很嚴重 奇怪了 明明是妹妹買的佛牌 怎麼無緣無故纏上她 只因為體質特殊嗎 這下該怎麼辦才好 看到了嗎 找不到 還沒找到 還沒找到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我就是找不到她 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她還在我們家 你們家有你們去找我 我去找了 我去找不到 補兵備的 你們房子這麼大 在這個方位 這個佛牌本身是 真的嗎 對我不好啦 因為我的體質的關係 對我非常不好 它讓我不順利 來路不明的泰國佛牌 惹得黃小姐一聲心 但無奈的是 躲在某個角落的佛牌 如果找不到 問題也很難解決 黃小姐說會聽從七爺的指示 再找找 希望隨時趕快落步 她處理過了兩三件 都是有泰國 就是現在滿流行 很多人都拜那種古曼童之類的 然後被卡到求助無門 去找很多宮廟都沒有處理 然後到最後來找大伯的時候 大伯也幫他們處理完善這樣子 都說外國的月亮比較圓 那外來的惡靈難道也會比較凶狠嗎 事後公主有說這個是卡到所謂的 南洋的外陰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爸爸跟一家人就是去南部玩 那他回來的時候 開始有一些不舒服的情況 怎麼了嗎 就是他會變得白天都在睡覺 那晚上反而精神比較好 那到後面比較嚴重的時候 他甚至吃東西的時候都用不穩的 媽媽有帶他去醫院做檢查 那檢查師都沒有任何的異常 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 但很詭異的是 他會有一些很奇怪的動作 譬如說他會一直回頭一直看 可是不知道他在看什麼 要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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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走趕走喔 他還會嗚著耳朵 我說要爆炸 要爆炸 然後很驚慌的在那邊跑 要摸摸 要摸摸 大家趕走趕走趕走 越提越覺得不太對勁 當下公主就馬上去趕走 因為他說很嚴重 他就是拿黑令旗幫他收一收 所幸最終圓滿落幕 幾年來郭爸爸都沒有再發作 即使是國外的惡靈 也難不了大伯爺 因為他可是從馬來西亞 請回來的分靈 公主說廟裡頭的主神 其實是太子爺 也是從當基統的爸爸那邊 傳承下來的 有一年 他們到馬來西亞 中壇廟進鄉 沒有想到 直接這樣就好了 直接做抓去 他們那邊都是七爺在辦事 就是我們說的大伯爺 然後因緣際會下結緣之後 然後大伯爺找上了我 幫他作為代言人 於是呢 他們從馬來西亞 請了分靈回來 為台灣的信眾服務 但一開始卻得不到認同 太早知道 阿婆 太早 阿婆 在我們台灣 老一輩的人都覺得說 他們是陰神 看到七爺八爺的話 就是要拿取他們人命 在老一輩的觀念是這樣子 最後靠著年輕一輩的信眾 口耳相傳 以及大伯爺的神威 但是信徒也越來越多 說到了大伯爺的神威 信眾張先生非常有感 事情就發生在他弟弟身上 他會軟腳 頭暈 然後全身無力這樣 上個月而已 然後都檢查不出來 醫生也說沒有 然後照核磁共振 照電腦斷層 找不到 也說沒有 都正常 那時候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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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 造成身體不舒服 原來是那一天 他請求大伯爺幫忙 沒有想到 大伯爺就說 你去檢查頭部 檢查清楚 弟弟就在準備復診的當天 又做了一次檢查 結果報告一出爐 大家嚇壞了 一檢查下去 已經腫脹到不行 然後腦壓超高 真的 就像大伯爺這樣的 因為腦瘟有水腦 然後變成水腫 然後影響到他的四肢 然後頭暈 採訪當天 剛好弟弟康復出院 張先生說他非常感謝大伯爺 直接點出問題 及早發現 而這也是他幸福大伯爺的 主因之一 他就直接點名 很了當的說 你去把頭部檢查清楚 一定是頭部的原因 引起他頭暈 然後會類似癱瘓這樣 也感謝說大伯爺這次 很早就趕快說 你趕快去看醫生 檢查出來 那時候送醫院 醫生也說腦壓已經過高 已經一般人無法承受 然後就馬上安排開刀 大伯爺是可以跟人家溝通 可以就是比較慈善的 解決信眾的宜蘭雜政 就是大伯爺來到台灣的初衷 每個國家的信仰不同 在馬來西亞 很多人供奉七爺八爺 甚至是廟裡頭的主神 不過在台灣 民眾對他的認知 就是陰間使者 他們也是被派到地府 的每一個閻王殿 來掌權作事 也因為他們是閻羅王 成皇爺的部長 大家都認為 飯卸僵罪就是陰間神禮 要說到為信眾济世 在台灣幾乎很罕見 你自己喝完完完在講什麼 自己要做什麼事 自己也很有口氣 很有口氣 自己也在家的外套控制 是你買到賣而已 這樣我帶給大家會出現 公主說從馬來西亞 請了芬林回來供奉之外 上頭還要有這一尊神像鎮壓 他就是普渡公 也就是我們說的大士爺 地府的事情 然後都是要由普渡公來掌權 然後吩咐 然後大伯爺 二伯爺來做這樣子 幫大伯爺帶爺是因緣際會 因為他本來是三太子的基身 公主說 雖然太子爺是爸爸傳承下來的 但剛開始他還是會抗拒 會排斥 因為抓狗的時候 就覺得說 這到底是神還是鬼 那時候有點叛逆 抗拒這樣子 到底也不想要面對 儘管逃避不想面對 但該做的功課不能缺席 晚上指示的時候 然後要在虎爺那邊打坐 然後他會教你一些事情 久而久之 原本叛逆的個性跟態度 也漸漸軟化 畢竟自己也沒有一些能力 然後後來跟太子就說 約束好 有一定的約束 然後達成了 然後我們就幫他蓋這個廟這樣子 一情 作情 大情 這裡的主神雖然是太子爺 不過辦事的 幾乎由大伯爺替信仲服務 公主說 人不但要做功德 也有基因德 這是大伯爺教會他的事 只要心存這個觀念 遇到再大的困難 也能突破關卡 往前衝 台灣大伯爺替信仲服務 各位好 我是俊項 我是雨昕 台灣大伯爺長期以來 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 不可思議的奇人騎士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大伯爺 您的家庭是給我們 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啊 五湯八月經 趕快動手 加入我們的會員吧